主席我想请卓次长 我们请卓次长 次长早 张委员早 请问次长 目前国内合法登记的工厂家数为几家 合法登记的工厂家数 88000多家 那在99年法规修正后 至今辅导合法化的工厂家数 跟完成临时工厂登记的家数统计 各位多少 我们通过 我们已经硕理补办登记5433家 其中第一阶段书面审查通过核准则有4999家 通过第二阶段实施审查 完成临时工厂登记的有2546家 您对这样的数字您满意吗 不满意 不满意吗 所以你们目前有针对不满意的状况 做什么样子的辅导 做什么样子的策略 您可以做一个说明吗 好 我们是首先是协商土地合法的土地 因为这个最关键是土地的变更 那么我们在针对我们现在已经划定186区的特定地区的业者 我们辅导他来依照规定现行的都市计划 区域计划跟产业创新条例的规定 办理场地合法变更之外 当然本席都知道这些 那本席想要知道的是你们除了去辅导他土地变更之外 那你们既然觉得说对这个成绩不满意 你们有没有相关的后续计划 有没有准备要提出后续继续辅导这些未完成合法化的工厂 有的我们现在是跟行政业农委会跟内政部在检讨土地使用管制的机制 我们希望能够务实地放宽农地的四处条件来突破土地变更的瓶颈 那么我们也配合辅导方案的政策方向 我们协商内政部来增定非都市土地管制法规 协助我们已经依法公告为特定地区的业者场地 他有合法变更的机会 但是我想要请教次长就是说 那你们这个辅导的期限也快到了 你们有没有计划要延续 大概会延续多久 那延续的这个期程当中 目标大概要再辅导多少家未合法的工厂完成合法化 我们现在委员建议要延长三年 我们现在已经同意延长到109年 109年 所以那在这几年当中 你们预计还可以辅导多少家工厂合法化 你们的目标就是说你们期待的 我跟委员报告 我可能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数字 但我一定可以跟你讲是会比现在要多 多一家也是多啊 是不是 你们总是要有一个预期的 就是说可能未完成的 像目前你们可以掌握未完成合法登记的工厂加速有多少家 大概还有六万多家 还有一万多家 六万多家 六万多家 那你有没有一个percentage 说maybe10%或者是20%或者是30% 总是要有一个目标你们去奋斗吧 总是说反正只要比现在多就好 那大家不用做事啊 反正多五家也是多 多十家也是多嘛 因为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里的最重要的关键 在土地变成这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的话 不是我们经济部一个单位能够 我们必须要协调 但是你们要更加积极啊 我们是一直在做 一直在努力在跟他们协调 那这继续的积极的去跟他们协调 因为我本期也了解说 跨部会的协调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呢 假设你不够积极 或者是消极的去面对这个事情呢 不要说不要说109年 搞不好109年以后的10年 也没有办法完成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所以本期对你们是有很重很深的期待 希望你们尽快的去做把这件事情完成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的是台湾的自由贸易港区 现在目前政府预期的 我们经济部预期的 就是这个自由贸易示范区 能够对于我们的经济带来什么样子的成长跟效应 我想跟委员报告 自由经济示范区最主要的目的 就希望说能够让我们国内的经济 能跟国际接轨 能够进一步的自由化 能够更有吸引外事 那目前上海的自由经济示范区已经上路 对于我们的自由贸易港区会不会有所冲击呢 我想这一部分我们也跟他们讨论过 那么他们是谁 因为我在两个礼拜之前 我们举行经济会的第五次例会 我是经济会我们台湾的首席代表 我跟陆方的首席代表 是陆方商务部的副部长高远 他们这次到我们台湾来 举行经济会的第五次例会里头 我们有讨论到上海自贸区的问题 跟如何跟我们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来对接的问题 所以以后也有可能会接轨了 我们希望朝这个方向来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起步比较慢而接不上呢 我想我们并没有特别慢 那现在到底是卡在哪里 因为从8月16号启动第一阶段到现在 看不见进展 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 我想第二 因为最重要是第二阶段里头 那个法要通过 那么现在是希望第二 现在第二阶段法会在这个业业底之前 会送到行政院 这个部分我也觉得说经济部应该更加积极 因为这对于国家未来的这个经济影响非常的重大 所以本席也是在这边再一次的提醒次长 既然这一个方面可能是你非常熟悉的领域 那要再继续的去推动 再继续的继续加强 那包括云林的卖辽港 我们是台湾最大的深水港 也期待说未来呢 那也能够纳入这个经济 自由经济贸易港区 让我们包括我们云林县现在还有一个 也是你们经济部的财产啊 你们工业局的财产 新兴工业区2000多公顷都方会在那边 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再利用 是不是可以拿来使用 我觉得次长应该回去好好研究 是我们会的 那最后呢 我还想要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于这个环境污染的问题 对于未登记的工厂 这个环境评估 是不是有固定或定期或不定期的检查 对于环境污染的有疑虑的工厂 目前经济部的这个因应措施是如何 我想我们会加强对已经 这些工厂的污染情形 我们会加强查核 那这一部分我们会配合防保机关 是 本习还是期待说 经济部不能文周周的等着被动的 去面对这些事情 应该是要展现积极要有朝气啊 就您今天的回答 我真是感受不到这个朝气 您知道吗 所以特别的 特别的 我是觉得可能部长要带您去运动一下 要去背山一下 还是去跳步一下 这样 哎呦 实在是 你今天回答这个咨询 感觉真的是 好像很可怜啊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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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